好那么继续往下说 比如说购物车页面我们做完了 购物车页面一做完 我们的购物车模块就结束了 下面一块就是我们这个订单 订单模块 那么关于这个订单模块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提交订单页面 那么这一部分应该在哪呢 其实呢 首先你在这里面 当你在购物车里面 你选择好要购买的商品之后 你一点点去结算 他就应该去到达 我们的提交订单页面 然后关于提交订单页面 我们这边有一个静态的页面 那你可以看一下订单页面上 需要存放哪些信息 首先看一下 收购地址对吧 用户的收购地址 你在这边要一个显示 然后下面支付方式 这些是写好的 这个不需要你去查 然后还有这一部分 用户要购买的商品 列表信息 对吧 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信息 你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 显示 这里面包括要购买的数量 还有它的一个小计 好 那么除了这一块之外 下面还有一块 这些商品加起来 一共有多少件 总金额是多少 运费是多少 实付款是多少 那么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你就在这边 你点击去结算 它就应该到这个页面 那你考虑一下 我点击去结算的时候 我需不需要给这个页面 传一些东西过去 好 传什么东西过去 选中的这个 选中的商品 对吧 你要买的 是不是你选中的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选中的时候 我要传商品的ID 给它传过去 我告诉他 我要买的商品的ID 是哪一个 对吧 然后除此之外 我还需比较传其他的 数量 还有吗 没有 OK 价格还有什么 总价 那么这个 我们给大家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你像 你像这种 其实呢 页面上在传东西的时候 包括你 你比如说这个 价格 什么小计 什么总价 这些东西都给谁看的 这些东西都是给用户看的 都是给用户来看的 只是让用户去看一下 就是 我让他看一下 我们去做的时候 这个价格东西 都是不会做提交的 你其实提交 我这里面 我右键 我检查 我检查 我在这边 直接改掉 我改个10 你说 你这样一看 你这页面就变成10了 你说即使你发过去 我能用吗 肯定不能用 凡是涉及到价格的这一块 不要传过去 传过去也不会用 都不用 你还要传他干嘛 对吧 所以价格这块是不要传的 然后 像这边 肯定需要传的是谁 就是用户要购买的商品 ID是什么 你要把这个ID给他传过去 然后关于商品的数量 你传不传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用户要购买的商品数量 你是从哪里面来的 你是不是从Redis里面来的 你是从Redis里面拿到的 所以你把这个ID给我 我能不能从Redis里面 把这个数量拿出来 对吧 所以最终你要传的话 你只需要去传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ID 只需要传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ID 那么这一部分怎么传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再一次的去看我们提交订单的页面 提交订单页面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 你注意 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 把它放在一个表单里面 把它放在一个表单里面 写上一个 放不 然后在这里面 写上一个对应的表单 然后在表单里面 你看到表单里面 有个元素叫做ChairBoss 这个ChairBoss 我可以把它的值 做一个设置 给它起个名字 每一个商品的ChairBoss 它的Name都叫做SQIDS 对应的值叫什么 对应的值就是商品的ID 好 那么把它设置完之后 下面去结算 给它改成一个提交的按钮 input 然后写上一个 type 等于这个submit value等于这个去结算 value等于去结算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 写好之后 我们就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 给大家看一下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 好 然后右键查看文员代码 你会发现 首先 每一个对应的ChairBoss 名字都叫SQIDS 对吧 但是他们的值不一样 比如说 这个value就对应这个商品的ID 对吧 这个value就对应这个商品的ID 那么有了它之后 你能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 假如说我在页面上 我在这里面 点击刷新 我要选择买它俩 我就把它不勾选 我要买它俩 我点击去结算 那么右键你在这里面 点击去结算的话 我们先给它设置一个地址 比如说我这里面 我提交 我写 放不 设置一个请求方式 matter的 等于这个post 然后 这个 action 这个地址 我就写成一个order commit action 我们就写上一个订单提交 叫做order commit 不是这个应该是提交订单页面 order palace 提交订单页面 我就知道order palace 然后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提交 比如我在里面 我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选择买这两个 然后我点击去结算 去结算之前 右键检查 找到我们的 network 然后在这里面点击去结算 OK 它这里面我们这个地址 因为没有配置 所以报一个404 对吧 但你不用管它 你点开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hiders 找到hiders下方 看这边 farm data是不是126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回来 比如说 我再去 选中他仨 对吧 我选中他俩 我把它不选中 我在这边 我再点击去提交 点击去结算 然后再点击 大家看一下是多少 4分26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说明什么 我们给大家说明 就是你 表单里面的这个checkbox 如果它没有被选中的话 它的值不会被提交 我们借助于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实现 是不是你选中的商品的ID 会被提交 对吧 因为我们这些checkbox 值就设置为对应商品的ID 只有你选中的 它才会被提交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 关于这个checkbox里面 它呢 你需要知道 这个面呢 就是我们 表单中 就是表单中 表单中的 表单中的 checkbox 表单中的这个checkbox 那么只有被选中时 值才会被提交 才会被提交 OK啊 那么这是这个 你知道这个之后 下面我们就继续说 那么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这个名字 是不是都叫它 现在你提交的时候 不管哪一个是不是名字 都叫它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post提交的参数 存放在这个request的post里面 对吧 requestpost里面 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这个post和get的时候呢 那么说这个post get啊 它的类型都是这个querydict 对吧 都是querydict 都是我们的这个querydict 类型的对象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是允许这个一个名字呢 对应多个值 但是你要取的时候 你必须呢 是通过我们的request 点post list 点get list是不是获取到 对吧 那么我们要获取这个 用户选中的商品 id是不是要获取它 对吧 跟list啊 然后呢 写上这个sq id s啊 sq id s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之后 我们呢 就可以写我们对应的 试图了啊 把这个东西改完之后 对吧 那么最终 在我们的订单模块里面 定一个试图 这个试图呢 要进行订单页面的显示啊 在这里面写上一个class 然后呢 写上一个old palace view 好 继承一个view啊 导过来 from jungle.view 点进的rig import我们的view 好 导到它 那么在这里面呢 写上一个view 好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提交订单 页面啊 提交订单页面 它的一个展示 它的一个前世啊 然后你注意 这个提交订单页面 怎么说呢 我们的card这边 这个提交的时候 是往这个地址提交 这个地址呢 就应该对应着 我们这个 试图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old palace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 你做的时候呢 它是post的提交 所以呢 我应该有一个对应的post的函数啊 define 然后呢 写上一个post self 写上一个request 那么这里面 是提交订单页面 显示 好 然后呢 这里面所需要做的东西呢 那么给你传的参数 对吧 你要去获取我们的参数啊 获取参数 这参数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sqids 所以呢 直接sqids 等于request.post.get get谁呢 get我们的get list get list sqids 是因为它 一个名字对你多个值 好 有了它之后啊 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去 获取召 对吧 我们再去教研一下 教研 我们的参数啊 我就可以呢 if not if not 我们的sqids 好 那么 如果呢 这个东西 它不成立的话 返回一个东西啊 return get return 我们的 注意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 adx对吧 所以呢 不涉及到反复 get 我们在这里面怎么做呢 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啊 我呢 就可以呢 给你 跳转的啊 就是跳转的 购物车 页面 让你去选择 你要购买在上面 对吧 所以呢 正面跳转 导入 跳转的 函数啊 redirect 然后反向解析 也导过来 from Django 点靠 ul resolver 对吧 revised啊 这函数 跳转 redirect啊 revised 反向解析 产生购物车 这个页面的地址 cut 显示 是我们在这边写的上啊 上 那么这样的话啊 是到他里面 对吧 我捐完这个参数之后 好好 那么下面呢 我在这里面 这里面呢 是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呢 就是用户要购买的 商品呢 ID 你比如说是他的吧 我们下面 你便利这个列表 是不是拿出每一个商品的ID 我页面要显示的这些 我页面要显示的信息 我是不是就查出来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便利啊 skuids 获取 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信息 用户啊 要购买的商品的信息 OK 那么在这里面呢 其实那就是放 skuid id in我们的skuid s 好 这里面呢 根据商品的ID 获取商品的信息 对吧 其实呢 在这里面呢 直接就是sku 等于我们的goosesku 类导过来 from我们的goose.models impart我们的goosesku 这边写的就应该是goosesku点 ob gx点 get id等于skuid 好 查出来之后 对吧 那么最终 我们在页面上 这个地方呢 你要显示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数量 对吧 这个数量在哪 i ready里面 对吧 所以呢 把这个reddit呢 给他拿到啊 首先先拿到这个链接啊 我们 直接在这里面写上一个connection 等于getredditconnection 把这个函数导过来啊 from jango reddit啊 jango reddit impart我们的getredditconnection啊 在这里面 使用它getredditconnection 写上一个default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在这里面呢 我要拼接出件k的吧 所以我在前面啊 我先去把这个登录的用户拿到啊 获取我们登录的用户 那么这里面呢 user等于request点 优的啊 然后在这边拿的时候呢 直接cutkey 等于我们的cut 百分号d 百分号user点 id啊 好 我拿到这个东西中呢 那我在便利的时候 我要获取这个数目 对吧 获取 用户啊 获取用户 所要购买 购买的啊 商品的数量 对吧 这个数量的话 其实呢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里面去把 去把他的值呢 给他拿出来啊 connection .h get get get我们的cutkey 它里面属性就是sq id id 我把这个值呢 是不是拿到 对吧 拿到之后呢 你最终我们页面上的这边 哎 它是不是有个商品的小计 对吧 所以呢 你在这边呢 我们需要呢 去计算商品的小计 好 这个小计的话啊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amount 等于我们的sq 它的这个price 乘以 乘以谁呢 乘以我们的这个count呢 转化成一个整数再乘 然后 然后得注意啊 这边在查完之后 对吧 我们说啊 最终这些数量 还有这个小计呢 都需要呢 在页面上做一个显示啊 那怎么做 哎 跟我们昨天啊 讲的这个 跟我们之前讲这个首页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啊 看一下首页啊 首页这边 我们说动态的 给一个对象的增加属性啊 动态给一个对象增加属性啊 所以你在这边 你可以呢 在这边 动态 我们在这边啊 动态 哎 给我们的sq 增加属性 哎 比如说 counter 那么 保存 购买 商品的 数量 哎 这个就sq 点 counter 等于我们的 counter 好 否则对吧 动态再来一个 哎 除了给他动态增加之后 再给他增加一个 mount啊 这个amount呢 保存购买商品的总价格 哎 保存购买商品的小计啊 商品的一个小计啊 这个的话 其实呢 就是在这里面 就是在这里面sq 点amount呢 等于我们的amount啊 OK 这里面我查出过这个商品之后 对吧 我要把这个商品呢 给他保存起来 所以呢 我在这边呢 我可以定一个空列表 就是sq s等于我们的 他 然后你每一次的时候 对吧 我就写一个追加 追加谁呢 sq s.pand 我们查出来的sq 好 这是他 然后呢 你注意啊 在我们这个页面上 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 优惠要购买的商品的总件数 还有总定额也拿到 所以呢 在这边 便利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外面 定义两个变量 total count啊 还有这个total price啊 他俩 作用 分别保存 商品的 总件数 还有呢 总价格啊 保存 那么保存商品的总件数啊 总件数 总件数啊 和总价格 好 这里面 我总件数 对吧 我就需要把这个数量呢 把它累加过来啊 就累加 累加 计算商品的总件数和总价格 那么total count呢 就加等于我们的这个 counter ginter count 然后 total price 就加等于我们的这个 amount啊 小进 好 这样的话 经过这个循环之后 我这是不是都计算出来了 然后记住啊 再往下呢 继续往下看 这里面还有一个 运费啊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地方 叫做运费啊 运费这块的话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就你 你实际开发的时候啊 就这个运费 哎 实际呢 就实际啊 开发的时候 那么 他呢 应该有一个 属于一个子系统啊 运费呢 其实呢 你可以新建一个子系统 比如说呢 我去建一张表 对吧 你买的 你买过这个商品的时候 假如说你的 你买的这个金额 在多少到 在多少到多少之间 他的运费应该是 多少 我可以能获取 对吧 哎 其实呢 运费这块啊 实际开发的时候 他就属于一个子系统啊 属于 属于一个 专门计算运费的地方啊 属于一个 子系统 那么 在我们这边呢 我没有写这个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呢 给他写死一个东西啊 叫他transit price 写上一个 实际上就在那边 直接写死他啊 好 那你注意啊 你在这边 其实你可以灵活的 去做一个表 把它弄出来啊 然后 再往下呢 有了这个运费之后 再往下这里面 还有个实附款 实附款呢 就是这个 总金额 加上一个 运费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也计算一下 实附款 好 这个total pay 对吧 对吧 我这里面 total pay啊 等于我们的 total price 加上我们的一个 运费 transit price啊 那么把它 对吧 拿完之后 现在我们页面上需要的信息 这里面 这边都拿到了 这边也都拿到了 对吧 还有一个 用户的这个 地址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我需要呢 获取用户的这个 地址 我们要叫 获取用户的 收件 地址 收件 地址 好 这个呢 我们要导入我们的地址类 地址类呢 在U的模块里面 from我们的 user.models import我们的这个 地址模型类 就是我们在这边 写的这个 address address 所以在这边 我就可以呢 去导入这个 address啊 那么最终我在这边 查的时候呢 查address的时候 我在这边就应该 写上一个 address 点 object 点 filter 对吧 我要查哪个 用户的地址呢 我应该把一个 用户的地址 是不是都列在这边 吧 你想你收件 你下单的时候 你选 你可以呢 进行一个 选择啊 所以我要把它 只要是这个用户的 我就都查出来 那么这里面呢 你就要根据它的条件 它里面有一个 user啊 这个user就应该 等于我们的这个 user啊 那我把它查出来 就写上一个 addss啊 等于它 好 这样的话地址信息也有了 组织一个上下文啊 组织我们的 上下文 组织 上下文 好 这个呢 其实定一个contest啊 等于我们的这个 首先在这里面 那么sqs商品的这些信息 你就要传过去 sqs等于我们的sqs啊 然后呢 再往下 这里面呢 还有这个total count和total price啊 所以呢 total count对应着我们的total count 然后再往下 total price 对应着我们的total price 好 再往下呢 我们这个 预费 transit price 等于我们的transit price 然后再往下 持负款 total pay 等于我们的total pay 然后最后呢 还有我们查的这个地址 addrs 等于我们的 addrs ok 把这个查完之后 对吧 这个组织上完之后 使用我们的模板 使用这个 模板 那么这个模板的话 你注意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pilex order 对吧 把这个pilex order呢 给他拿过来 找到我们的这个static 下面呢 pilex order 拷贝之后 放在我们这个 目录下方 然后我在这里面 我试图里面呢 我就直接去使用它 直接呢 是return render 然后呢 写上request 使用的是我们的pilex order 传给他的内容呢 就是contest啊 哎 这最终呢 就是我们后台的这个 试图啊 提交订单页面显示试图 但你注意一下啊 这个页面 提交订单页面 是不是用户 没登录写 也过不来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因为不是一道gs啊 我们就可以呢 用我们写的这个mix in啊 所以呢 在这里面 给他加一个啊 把我们这个东西导过来 直接from我们的youtube啊 点mixin import我们的login required mixin 在这里面呢 把它呢 好 写上 对吧 这样的话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写的这个货带制度啊 接收 接收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ID 列表 然后呢 校验之后 开始呢 去便利 计算出 每一个商品的小计 获取每一个商品的数量 然后呢 累加计算 商品的总建筑 还有呢 总价格 最后这个运费 在这边写字 然后呢 计算中10付款 再获取用户的 收件地址 对吧 最后呢 组织上下 我们把它传给我们的 模板文件啊 那么在模板文件里面 哎 你呢 就可以呢 做一个显示啊 找到我们的模板文件 在这里面呢 把它改成副模板 继承 extense 我们的base now cut 好 标题 block title 然后这边 对应着有一个 underblock title 再往下 欢迎信息有 删掉 然后这个搜索栏有 对吧 也删掉 好 再往下啊 这里面就没了 那么这里面呢 你就给它包在这个 包里里面 好 这边啊 多上一个啊 就在这边还有一个叫block pager title 啊 这个block pager title 这边 应该呢 就显示我们的这个 期交 订单 所以呢 我要把它拿过来 放到我们 这边啊 OK 那么然后呢 找这个结尾 找结尾之后呢 哎 这是板权信息 在上方的应该结束 underblock 把这个板权信息呢 删掉啊 然后我们说了 在我们的 提交订单页面的底部 多了一个div 在我们base里面呢 预留出相应的一个块 叫做bottom啊 所以你在这边写的时候 直接写上这个 block bottom啊 然后这里面是它的一个结尾 写上一个underblock bottom啊 再往下还有一段GS 也是写在对应的块里面 叫block bottom files啊 这边 也放在这个 block bottom files啊 然后把这个模板改完之后 对吧 现在你要显示的信息 你就显示了啊 这里面 每一个dd里面就是一个地址 所以呢 便利 for addr 因为我们的这个 addrs 好 然后呢 开始呢 做一个 结尾 写上一个 under for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就可以呢 没变得出addr之后 对吧 这里面 它的地址 那么 addr里面呢 有一个属性 叫做我们的这个地址 就是 addr 所以这边你写的就是 addr 然后名字 那么 addr点 它的 属性叫做 receiver 对吧 receiver啊 收件人 所以在这边 把它写上 然后呢 还有一个收件的 电话 写上一个 addr.fun 对吧 OK 那么这是这个东西啊 把这个东西呢 至于这个编辑地址 你点击它应该跳转到我们的地址 用户中心地址页面啊 所以这边把这个返向链接写一下 写上一个 返向解析 URL user里面有一个叫做 address啊 这是我们之前配置的一个啊 user里面写了一个 地址页面对应的名字叫做 address啊 所以这边写的就是它 然后呢 继续往下走 对吧 这里面支付的方式我们不用管 然后呢 我们还要去做的呢 就是去 显示出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信息 每一个URL都是一个啊 所以呢 保留一个 删除 删除之后呢 在这边呢 给它 for 我们的SQ 因我们传过来的这个 SQ S 所以你在那里面你就可以了 因我们的SQS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对应的结尾写上一个N的 for 然后 在这里面呢 加上商品的图片 SQ sq.imagine.ul 那么名字 sq.name 好 对吧 价格 sq 这个是单位是吧 unite啊 然后价格 这个价格呢 是 sq.price 少一个啊 OK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数量 这个数量的话 刚刚在这边动态增加了一个属性 叫做 count 所以这边你只需要做的就是 sq.count 把它点出来 好 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小计 sq.amount 然后再往下呢 这里面 总建树对吧 总建树这边已经把这个totalcount给你 传过来了 所以你在这边要做的就是 直接呢 写上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totalcount 然后总金额 也传了 叫做totalprice totalprice 然后运费 对吧 运费呢 在这边给你传过来 叫做transit price 所以你在这边 在相应的地方呢 做一个相应的显示 写上一个transitprice 然后再往下 10付款 就叫totalpay 所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这边 写上一个total 写上一个total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页面呢 其实就已经改完了 对吧 好 那么这边还有个序号 对吧 序号呢 应该从我们的这个一开始 使用我们的for loop点 counter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页面呢 就显示完了 两块内容 你就可以拿去看一下 比如说在这边 我用户呢 在这里面 对吧 我点击 点击这个刷新 对吧 然后点击去结算 我选择两件 比如说我选择他俩 好 点击去结算 OK 这里面呢 没有404 说明我们这个地址呢 没有配置是吧 看一下我们这个 偶的里面 哎 加上一个东西啊 from我们的 偶的.views import我们的 偶的 pallice啊 偶的 pallice view啊 偶的palliceview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刚写的这个呢 就叫我们的偶的palliceview 所以我在这边配置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呢 去加上一个 ur写上一个 r写上一个 pallice 然后呢 写上一个dollar 对应呢 就是我们的 old palaceview.sview 好 里面起个名字 name呢 我叫pallice 叫pallice 好 这里面呢 提交定单页面显示 提交 定单 页面 显示 OK啊 那把这个显示完之后呢 现在在我们的购物车页面上 我说最多 你点击 它有个表单提交 这个提交呢 就往往我们的 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静态页面 找到我们这个card 在这边提交 你提交就是它 对吧 这个呢 我也可以使用这个反向解析 直接呢 写上这个 ur ur里面的写上 写上我们的 o的下面的pallice pallice 好 OK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 弄完之后就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回来 回来之后刷新 刷新的选择 这个两件点击呢 去结算啊 点击去结算 OK 那么这里面呢 说goosesq 对吧 不能被 编例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的sqs啊 找到我们的 好 我们在这里面 看一下啊 视图里面吧 找到我们这边 写了一个sq 对吧 它直接传的是一个对象啊 所以呢 这个出错了 我们再回来 在这里面呢 点击刷新 选择一个 点击 去结算 哎 看到这边 是不是这个页面显示了 是不是三个地址 对吧 三个地址啊 然后呢 两件商品 就是我们要买的两件 对吧 计算中 它的这个总价格 运费 还有它的 十付款 但是你要注意点 这一部分 我们不能让它都选中 对吧 他们应该是属于 同一个名字 只能选中 一个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需要呢 再给它加一部分内容 在哪里面呢 在我们这里面 给它提个名 对吧 比如说我叫 ADDID 然后这个value呢 就对应着地址的 ID 写上一个 ADDID ID啊 他们是不是都叫 同一个名字 然后呢 至于哪一个被选中的吧 里面肯定有一个默认的 哪个是默认的 哪个选中啊 所以你可以判断在这里面 如果这个ADDID 它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Is Default啊 看到我们的这个类里面 有的里面 我们定义的一个属性 叫做Is Default啊 所以你在这边呢 你可以去判断这个值 如果 如果点它为真的话 对吧 说明它是被 它是默认的 我就在里面呢 给它加上一个东西啊 加上谁呢 加上一个 check的啊 我们说这个check的呢 就是你一加 它就被选中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个判断啊 你直接在这里面最终做一个 刷新一下啊 OK 是不是 这是默认地址 对吧 这两个是不是不被选中 你比如说我 我现在要下订单了 我选的地址呢 我选的它 我选的它 它是不是被选中 其他都不选中 对吧 那么 至于其他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页面的显示啊 用户的地址 做一个显示 然后呢 用户要购买的商品的列表呢 做一个显示啊 然后计算出它的总件处 总金额运费 还有呢 实附款 做一个相应的显示 好 那么这就是 期交订单啊 页面它的一个显示啊